郑爽与胡彦斌谈到与男友胡彦斌的分手原因,郑爽在书中写道两人不是不爱,而是爱得让人疲惫,胡彦斌也曾被其袒露心声,和你在一起,没开始就累了。 另外在书中,郑爽大方分享了胡彦斌恋爱时的一百件小事,这里行间都透露着浓浓的爱意。 胡彦与江苏颖前半时间,胡彦江苏颖共同出席电视剧《旋风11人》牵强活动,两人同台也不尴尬,而且他们在戏里也是同饰演一杯情侣,现场两人同台共同回忆拍摄过程。 胡彦表示看到片花中的画面,向起很多回忆,省不及拍摄过程非常配心。 霍天华与陈乔恩2003年两人一拍摄电视剧,天天百分百江石相恋,但是不久之后已做分手了。 分手后霍天华也回应过,我跟陈乔恩是有一半,在戏拍完就分手了,我们个性上根本不合适,对爱情的认知也不同,我只要在事业上称词。 虽然两人没做通情理,但两人私家还是好朋友,各同同台,陈乔恩戴戏,霍天华还会去看过班。 陈小春当年与没恋情闹得人尽皆知,一个是张红古惑仔,一个是青春玉女。 陈小春与张伯芝虽然高六恋爱,不过最后也是带给了现实,而低调分手。 不过张伯芝一向都是大大咧咧的人,分手后仍然对陈小春送上祝福。 再见,韩师朋友。 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